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来 我是啾啾 我们继续来回顾LMS第七周第二天的比赛 要看到的是XG对上闪电狼 虽然XG已经与季后赛无援 但每位队员都是以享受比赛的心情应战 这样反而压力比较不会那么大 现在XG的目标应该是放在明年 好好练功赛季拼一把 我们快看看XG与闪电狼的战报 这场对战由XG出战闪电狼 Game1双方都已逆一屋开局 闪电狼成功在前期掌握两次机会 率先取得三次击杀于小龙 但XG吃兵稍微领先 因此经济部分并没有太大差异 21分双方正式在小龙河道爆发大战 XG虽然有抓到闪电狼位置果断强开 但闪电狼利用分割战场回击 反而大获全胜拿下4颗人头 加上后续XG15重申又送掉2颗 比赛25分时 闪电狼就拿到了7000左右的优势 几乎是底定了这场的结果 進入后期之后 拥有高机动性 与经济领先的秘密弹 不断利用单抓或直接墙上高地 击杀XG的成员 短短三分钟让闪电狼 经济领先到12000 XG即使退守高地 也无力阻止对手的强势进攻 最后这场就在XG无力反抗之下 由闪电狼成功先下一盘 Game2双方互换上下4座外塔开局 但闪电狼抓到机会 于中路打出破口拿下人头 成功掌握较多主动权 进入中后期 闪电狼不断利用 入侵视野企图单抓对手 即使XG努力防守 稳住局面 但还是无法阻止 闪电狼的入侵 加上XG不断失去地图物件 如此一来 差距越拉越大 最终还是只能被 闪电狼强开 打出大获全胜的团战 秀歪对手的中塔后面 为什么龙奔奔在这边的时候 对手加的蛇蛇 是从这里绕了出来 哇这个闪线的舌头 并没有缓到龙奔奔 哇闪电狼直接交闪线 引杀 看起来伤害是完全主动 接下来闪电狼靠着巴龙Buff 推光差距几阵的内外塔 与中下兵营 把经济差距一直拉开到1万5 虽然后期 在高地有一波差点 被Nexus利用一罗区的特性 逆转会战 可惜张贝鱼等级已经相差太多 哇这边的话 卡萨在那一点点西郎开齐的身杨 串西好险 它是在伊洛伊死掉了之后才开的 可是这边他们还是跑不到的尽早 最终闪电狼还是顺利拿下胜场 在对面温泉家制造了一个 不会死掉的立场以后 把主宝给打掉了 这一场闪电狼拿下胜了以后 拿下系列赛的两场胜利 不出所料的闪电狼 又成功在前三分 继续穩座第二名 比赛来到第三天 最激烈的第四名 到目前为止还未能揭晓 有望晋级的HKE MSE M17都有出赛 第一场先来看到插局对上HKE HKE是否能夺得两胜呢 那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Game 1 插局主动换线 双方互换外塔平等开局 但OLE在换线过程中抓到机会 协助Deer拿到首杀 导致SWACO前期被压制住了发育 进入中期后双方互有往来 各有所获 两队也是各拿一只火龙互分胜负 不过HKE靠着吃兵插局 与灵活掉线渐渐将经济拉开 并在装备成型后不断利用加农泡沐 以华力泄露一起插局的成员 如此一来导致插局完全无法 与HKE争夺后续复活的大型地图物件 加上27分时 Deer用闪现强杀SWACO 让插局完全无法阻止对手强吃巴龙 而这破攻势也直接导致插局全面崩盘 有这边好像扛不太住 被SWACO凝视给定住 搭配的SWACO 哇 闪现还是被对方说是毒牙给射死 被捕之后开了轨道 想要继续往前作战的后面SWACO 再来Carry 顾名要是Racer 这边差异下的普攻 用手杖战搭配着团状猛击的伤害 直接把Racer给收走 但现在看看这两个人 能不能Carry起XDEMONS的整波团战 接下来HKE靠着BUFF优势 从下路踏上高地拔掉兵营 让经济一举来到破万的差距 局势至此大势已定 最后HKE就在组队优势下 直接碾上高地拿下这场胜利 GAME2开局不过8分 两边在中路爆发大战 刚开始先由HKE主动强压中塔 但差局果断反开 反而打出0换3的战果 然后SWACK也跟上 又这边的开山主持打在了丁特身上 丁特这边被SUKI拿下这个人头以后 还要继续往前追击 指名伏笔 收掉星朵拉 剩下OLEI一个人 Nexus这边有办法继续追击吗 看起来SUKI的位置注是挡架了OLEI想要逃跑的路线以后 又拿下这个人头 但可惜该队对小龙的视野掌握度不佳 即使会战打出优势 还是没能掌握第二条小龙 16分第三条小龙复活 XG终于找到机会拿下 但后续该队不断被HKE抓到星会强开 屡次在碰撞中被对方先手拿下人头的后果 就是让风向渐渐倒向HKE 近日后起之后 HKE不断利用分推五八龙B站 并成功在36分时抓到六个人头 失去打野的差距已经无力阻止对手拿下棒 加上39分时该队又成功吃掉远古四龙后 双龙固体的HKE此时已经无人能挡 最终这场就在HKE已扩万的经济天下 直接踏上高地困灭对手拿下胜利 没有任何一个人员死掉 一个完美的会战 结束了这一场游戏 并且让他们拿下这个系列赛的两场胜利 恭喜HKE在天三分斩局第四名 如果最后一周能稳住的话 看起来非常有希望能够晋级后赛喔 接下来J-Team与MSE的对决 MSE会拿出什么奇招来应战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天外开局 双方都企图利用掉线与控兵压制对手 MSE选择让Corky再上路控线 而J-Team则是把下路给Morning整理 但是MSE在换线的途中逮到机会 拿到J-Team两颗人头 直接打乱了J-Team的节奏 加上塔数的领先 让比赛20分时 MSE先拿到不错的4000禁忌领先 中后期陷入被动局面的J-Team 视野全面内缩 被迫只能与内塔防守 但至少该队还是顺利 忍住局面把比赛往30分后拨延 但32分时 MSE抓到机会 杀掉前来巴隆区攀查的Refrain 导致J-Team失去了防守巴隆的能力 MSE靠着这波攻势 连拔三内塔 直接把经济拉开到破万的差距 但J-Team后续还是成功把比赛 拨延到了经济差距 已经没有意义的大后期 两队陷入了 看谁先抓到对手失误的几面 48分 迪诺在下路露头 被J-Team三人夹杀 这波严重失误 导致该队无法防守巴隆 接下来J-Team靠着BUFF 强压一波 并重整小龙附近的视野 并成功于52分时的交手 拿下乌拉拉的人头 这下MSE连远古巨龙也只能拱手让人 雙龙附体的J-Team 傷害已经突破天际 最终MSE就在无力反抗下 任由对手直上高地 拿下这场比赛 GAME2 MSE攻势依然犀利 靠着集结拔掉上下外塔 先拿经济优势 紧接着马上善用Poke陣容的特性 不断压制J-Team的中塔 虽然J-Team尽力反抗 但MSE还是成功于中期拔掉 但J-Team借着对手回骨的空档 吃掉小龙 并于下路抓到开战机会 强杀两人 总算缓解了对手的强攻 进入后期 MSE不断利用巴龙B站 30分时不断顺利收下两人 后面也成功拿下巴龙 紧接着该队踏上J-Team高地 拔掉了中路水晶兵营 以上路高地塔 局势一度大优 MSE用闪现开鬼步一起躲过 封门反而是自己陷入的危险当中 再往往回来 来到了MSE MSE想要踏 直接被乌拉拉側边的伤害给带走 但J-Team也见不能继续放任对手肆虐 选择从后方果断强开 打出二换四的战机 逼退MSE 原本此时MSE还是拥有优势 但没想到他们选择在下路强开Morning 反被J-Team拿到四颗人头 这下远古巨龙 羽巴龙 MSE都只能拱手让人 该队前期拿到的大好优势 此时已经完全化为乌有 最终这局就在J-Team的逆转下 直接顺利踏上MSE高地结束比赛 结果MSE措施良机 让本来可以拿到至少一分的胜场给跑掉了 J-Team的训练真的不是玩假的 第七周最后一场的比赛 是由AHQ对上M17 M17是否能从AHQ手中拿到胜利呢 我们视副引带 前中期两边都没有打出决定性的会战 点听空向 双方几乎持平地进入中后期 进入会战期后 双方不断示范性地出手 原本M17还能稳住局面 但26分 AHQ靠着一波细腻的攻势成功零换四 外带打包了巴龙Buff 拿到优势的AHQ 会战能力绝对不容置疑 M17这局已经极难翻盘 双方几乎会爆开帕炸 你被顶到 第一个已经到了 直接秒掉 现在是西门拿下来的Double 哇小燕还想收拾 后面进场 Double切死了一个球 再切一个 Double kill 双双Double HQ拿下了四颗人头 31分 Albus明智命运 再度建功 不但1控4 打得M17 完全措手不及 最后还靠着街际 拉打完美的S的对手 局势至此 M17已经完全没有还手余地 最后只能任由 ASQ强势碾上高地 拿下Game1的胜场 这个吧 Game2 ASQ前期两波严重失误 让M17抓到机会 在比赛不过4分时 就拿到5比1的人头 几乎是宣告了 ASQ前中期完全只能陷入被动 Jimmer一奥差 一滴后面收掉 Jimmer过来想收 左边猫子看起来 是逃不掉 盘出是绑在了Pana身上 是直接被Sami给戳死 右边边 是艾克把ZIF给单杀掉 现在还在追击 相会转了一下 敲一个 现在往前还在追 没办法叠 直观篮杰放下去 现在有机会留住 西满西满看起来要倒了 但握有优势的M17 还是在16分时 打出0换4的极佳战果 加上拔掉下路内塔 直接让经济差距 一距来到7000 直接被定到吗 右半边小岸直接被秒 后面没他 阿琪从后面绕了过来 这边看起来 要推谁就推谁 先戳死一个伊丽丝 这边空下马匹再推两个 空下马匹是空了 这边是这个ZIF的大姐空掉 推到左半边的位置 只被阿琪拿下了一个Double 进入中后期 M17在中路连续两次勾到 ASQ的成员 顺利拿下人头 但紧接着该队判断失误 全员在招式冷却时间 都还没转好前 就停止抢开巴龙 这波失误 让赶来防守的ASQ 收下4颗人头 以巴龙Buff 双方几乎回到平局 收下4个3个人头 还有再往前追击 被连续续续打3个 我这个距离非常远 哇 这边看起来是 直接拉了一个 可能是灯笼喔 还是被老鼠给堵死了 31分 双方在中路爆发关键会战 M17位置不佳 被小安埋伏成功 让ASQ直接打出 零换4的战果 加上第二条巴龙Buff加持 最终 M17已经完全无法阻止 ASQ踏上高地 力转胜拿下这局 目前这一战对M17精神打击是非常的大 真的被小安这样 You can see me 对 M17最后一场比赛本来是领先的说 怎么又被HQ逆转了呢 真的是很可惜 但是第四名的位置 还是有可能会变动 要看最后一周 HKE是否能稳住正脚 或是M17和M17能提起直追了 我们先进广告休息一下 等等回来就要来看到 SF2今年的总冠军赛咯 马上回来